男人站在房顶上 吹响了一声口哨 刹那间长安城中 立刻便由九条黑龙盘旋而起 此时城中的百姓们 还沉浸在元宵佳节的欢乐之中 但他们却丝毫不知道危险已经突然降临 渐渐地隐藏在暗处的丧尸们 冲进了毫不知情的人群 开始大肆攻击 百姓们逐渐发现了不对劲 于是开始四散奔逃 但仍然有不可计数的百姓 被丧尸咬死或者咬上感染孤独 也变成了毫无理智的丧尸 随着丧尸的拱击加剧 丧尸的数量也随之则多 即使女不快身手不凡 却也抵不住如此多的丧尸同事拱击 仅仅片刻之间 长安城已经是一片炼狱景象 与此同时 黑衣男已经杀紧了拱中 他四季挟持了吴皇后 你看看 这是不是你要的长安城啊 黑衣男本以为自己终于大仇得报 可没想到他再扭头一看 身边的女人竟然只是一个替身 黑衣人连忙跳下高楼 前去追杀真正的吴皇后 而于邻居那边 由于丧尸数量太多 他们已经无力护送百姓出城 只能收缩兵力拱卫皇宫 无奈之下 敌人节只好一人 引开了大量的丧尸 协助百姓出城 可他的这一举动无异于所命 在无数丧尸的围堵之下 敌人节很快就精疲力尽 就在他即将允命之时 幸好女不快及时赶到 这才救下了敌人节 随后两人一路平杀 与邻居邻居的段将军会合 段将军本打算去拱卫皇城 但是因为带着大批的百姓 所以根本冲不破丧尸的包围 于是便被捆在了次第 敌人节很女不快便留在这里 同段将军一起守卫 敌人节告诉段将军 丧尸害怕阳光 只要看过今天晚上 第二天天一亮 就是他们扫清丧尸的时候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段将军所保护的这群百姓之中 有被丧尸咬伤的百姓 而且有的士兵也受了伤 此时古都已经在他们的体内发作 很快便有百姓和士兵感染 接连沦为了丧尸 刹那间整个营区顿时骚乱起来 由于守卫力量变得薄弱 外面的丧尸们也冲了进来 转眼之间 形势就已然变得十分危急 守卫势必很快就消耗殆尽 不是被丧尸咬死 就是也变成了丧尸 一阵厮杀过后 现场只剩下了敌人节和女不快 以及段将军三人 为了掩护敌人节和女不快 前往皇宫 段将军主动断后 最终被丧尸所淹没 敌人节和女不快不敢怠慢 随即迅速来到皇宫之外 然而此时那黑衣人 也已经赶到这里 女不快健壮迅速冲了上去 但跟丧尸的战斗 早已经使他疲惫不堪 因此他很快就败下枕来 而敌人节也是同样的出镜 不抵黑衣人的他被打到吐血 不过他不肯放弃 倒在地上的同时 仍然靠打嘴炮进行魔法攻击 黑衣人被敌人节的话气得半死 刚要回对过去 就被突然冲出的女不快刺中心脏 当场就领了喝饭 然而此时那些丧尸也冲进了皇宫 敌人节和女不快 以为自己大险已知 可没想到 此时东方显出的一抹朝霞 却救了两人性命 在阳光的照射之下 所有的丧尸全都当场暴毙 长安城终于转为伟安 敌人节 是你救了长安 救了大唐